一个男人要怎样才算事业有成 眼前这个长相很一般的黄毛只有初中文凭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美女电视购物 可她的职业却是一名律师 今天是九历生从乡下调到东京检察院的第一天 穿着连体牛仔裤的她一到办公室就被忽略 几个同事还以为她是来修电视机的工人 直到闲聊中有人说今天有个新的检察官会来上任 九历生这才把从乡下带来的苹果拿了出来 虽然有点尴尬但是招呼至少打了出去 很快就有一个叫吴子的女生找到九历生 表示自己是她的专属事务员 可聊着聊着吴子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黄毛学历不高穿着一般就算了 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九历生居然没碰过什么大案子 气得吴子马上跑去找部长说自己想要换人 可现在哪里还有新的检察官给她选择 最后吴子只能不情不愿回到了九历生这边 然而一进门她就吓了一跳 九历生居然把电视购物里的东西寄到这里 还在办公室当着她的面肆无忌惮地扭了起来 可这还没完最让吴子接受不了的是 九历生接的第一个案子居然是一个内衣失窃案 尽管嫌疑人田村一直说自己没偷内衣 可吴子却说案发时有保安看到她偷完内衣汽车逃跑 最后摔了一跤汽车而去 他们是根据自行车上的车号找到她的肚子 没想到田村却说那辆自行车早就丢了一个月 而且案发时自己在家里面录小视频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 第二天九历生就跟吴子去田村家里取证 结果一进门全是带颜色的录像带 借着更深入了解案件的理由 九历生还带着几个男同事精精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让现场唯一女生的吴子甘尬不已 气冲冲说了句先回去就跑了 等下午吴子回到律府上班的时候 九历生居然把那几个丢内衣的湿奶请了回来 说是要详细了解案发经过 这让一向高傲的吴子再也忍不住发飙了 骂骂咧咧再次找到部长要求换人 他想跟随的检察官是那种能调查大案的人 可不是像九历生这种每天研究 女性内衣怎么被偷的黄毛仔 就在俩人争执的时候 检察院的上级领导过来 询问一桩艺人受贿案的情况 部长有些无奈地说 贾议员那个案子还是没进展 只凭一张全家出海游玩的照片 很难给贾议员定罪 郭导听完有些失望就要离开 不过临走前他突然提了一嘴九历生 郭导的安慰让吴子的心情好意 隔天他跟九历生到案发地点附近调查 九历生说嫌疑人田村在这里 把自行车丢掉不觉得奇怪吗 田村住在这附近肯定知道这里是楼梯 就算逃跑也不会选择这条路才对 说完不理会还想抬杠的吴子 九历生把一包东西交给保安就离开了 因为不想那么早回去检察院 吴子只能跟着九历生继续闲逛 最后俩人来到一个码头边上 九历生带着他上了一条靠在岸边的游体 笑着说还是大城市好 他们乡下可没这些东西 说完便走到船头对着吴子比划了起来 九历生说议员那张照片他也看了 好像就是在这个角度拍摄的吧 但是那天拍照的人是谁呢 吴子下意识说用三脚架就可以了 可九历生却说三脚架没办法调整角度 而且海上风那么大也拍不了 九历生的话让吴子瞬间想通的问题所在 那天假议员的保镖和秘书都没在船上 所以帮他们拍拳家福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向他行贵的人了 想到这里李子赶紧把情况汇报回去 最终靠着这条线索撬开了那个假议员的口 等吴子匆匆赶回检察院的时候 所有人都对他称赞不已 这让吴子有些尴尬 因为这个困扰了他们好几天的案子 九历生居然用了一个上午就解开了 等吴子回到办公室整理完东西 准备下班的时候 上午那个保安突然喊住了他 表示要好好感谢一下九历生先生 自己按照他给的那个办法 下午就抓住了那个偷媚衣的想通 保安大叔演示完就离开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吴子才觉得这个从乡下调刃过来的黄毛 好像有点不简单 这个吊儿郎当的小黄毛只有初中毕业 可却被调到了东京担任检察官 而且刚上任九历生就连续破了两个案子 让一直有些瞧不起他的事务员吴子刮目相看 可九历生现在却没心情管这些 眼前这个鼻青脸肿的小年轻才是他最头疼的 这个叫签借的男人被指控过是杀人 在警署提供的笔录里提到他和别人发生口吊 原因是签借不小心撞到了高佐的肩膀 结果高佐就先动手打了他 不料签借一个闪躲 导致高佐从楼梯摔了下去直接死亡 目前初步认定签借是正当防卫过失致死 可无论九历生和吴子怎么询问 签借就是一直不肯开口 虽然他有沉默权 但是一个字都不说的人 九历生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他不知道的是签借之所以保持沉默 恰恰就是得到了高人律师的指点 板上是签借那个议员父亲的专属律师 所以这种流程他一直都是轻车熟路 在交代好签借继续沉默后 他就来到检察院找到牛丸部长施压 要求他们如果调查不出什么问题就赶紧放下 牛丸当然不想得罪议员的人 连忙陪笑说下午办完手续就能走了 可牛丸千算万算却算漏了一个人 那个从乡下调过来的九历生可不打算这么放弃 匆匆打了声招呼后 他就带着吴子跑去走访调查了 吴子其实也不想跟着 可谁让检察院规定事务员必须跟着检察官呢 很快九历生就根据笔录找到了第一个证人 证人小哥说那天是高佐先动手的 他还记得当时签借被打得很坦吗 我怎么回事呢 十八个 十八 然后 健介在手上挖托了 自分的脚滑了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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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所的通り 从正人小哥那边出来后 九历生又带着吴子跑到了死者高佐平时工作的地方 这是一家卖甜品的老字号 靠着长相普通但是厚笔城墙的脸皮 九历生还蹭到了两份免费的甜品 他招呼着吴子一起品尝休息一下 吃着吃着又调戏他说 摘了眼睛肯定会更好看 这样本来就不想跟出来的吴子再也忍不住 快速吃完就起身要离开 他觉得这个小黄毛就是出来浪费时间的 哪里有检察官会这样找线色 可九历生却不给他回去的机会 从甜品店出来后继续找到了另外一位证人 而这个女证人的证词也跟笔录上的很一致 都是迁接不小心撞到高佐肩膀 然后高佐抱起打人自己踩空跌落楼梯的 等俩人走访完证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回去的路上九历生说这个案子很奇怪 死者高佐在甜品里担任甜品师 平时制作甜品会用到一种教练物法的执法功 按理来说高佐应该会保护好手指才对 怎么可能因为被牵戒撞到就出手打人了 而且还是打十下 普通人打十下需要的时间也很久 牵戒那两个朋友就在旁边 怎么可能不阻止高佐打人了 很明显牵戒应该是跟证人那边串供了 他脸上的伤也是自首前自己补上去的 为的就是做成正当防卫过失智人死亡的局面 九历生分析完自嘲地笑了笑 就算他能分析出前应后果可又能怎样 他们目前最缺少的就是起诉签借的证据 而且现在离起诉时效还剩最后几个小时 这也是检察院那边一直打电话 催吴子他们赶紧回去的原因 从电车站出来后九历生没有回检察院 而是带着吴子来到了高佐师祖踩空的那个楼梯 看着楼梯下那几朵随风摇曳的白色菊花 他心里突然有点迷茫 就在这时旁边的吴子一个不小心 将准备丢进垃圾桶的饮料瓶丢下了楼梯 瓶子起起伏伏最后停在台阶下面 就在吴子弯腰准备捡起瓶子的时候 一条新的线索突然出现了 而另一边的检察院还灯火通明 因为九历生擅自外出调查 导致检察院其他人只能加班处理他手上的工作 就在众人准备下班的时候 九历生带着吴子疯疯火火冲了进来 告诉部长他准备用杀人罪名起诉签借 原来案发现场还有一个拉面谈 当时拉面谈老板目睹了这次冲突的全过程 那个签借就是故意一脚把高左拆下楼梯的 之所以这些在笔录上面没有写 恰恰就是因为面谈老板在警察来之前就收摊回家了 就在九历生梳理完整个案件逻辑的时候 签借的律师也胜券在握踩点而来 一进门就嚷嚷着要检察院赶紧放眼 在听完九历生的闭环分析和准备起诉的理由后 晚上彻底慌了神 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选择离开 不过临走前他不怀好意看了一眼九历生 很显然他也觉得眼前这个小黄毛有点不简单 男人自律起来能有多可怕 眼前这个长相一般的小黄毛靠着每天锻炼自律学习 初中一毕业就当上了检察官 而且才刚调任到东京九历生就连破三个案件 让整个检察院扬眉吐气 牛丸部长更是大手一挥给九历生安排了九八接风 不料接风到一半意外出现了 一个西装男突然持刀闹事 对着一个白色衣服的短发女生不断威胁 要说还是女生帮助女生 见到这种情况吴子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 可此时这个西装男已经失去理智 关键时刻九历生挺身而出 护在吴子跟前 最后成功制服了西装男 等第二天在检察院的时候 九历生和吴子终于弄清这个西装男 为什么那么激动 龚川说昨晚自己向导野小姐提出结婚 结果导野却突然说对他没什么感觉 他一时间接受不了才拿到威胁 询问完龚川后九历生 又让吴子把导野小姐带过来 可导野的反应却很明淡 表示虽然跟龚川交往过 但是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而且昨晚自己还被他弄上了 现在他决定要起诉龚川 听到这个决定后九历生沉默不已 可身为事务员的吴子 却很支持导野小姐 像这种一分手就要动刀子的男人 绝对不能轻易原谅 然而事情的反转有时候就是来得那么快 调查中九历生发现这个导野小姐很不简单 不仅同时间和多的男性交往 还像交往过的每个人收了一笔台 而收完钱后导野就会找各种借口提出分手 可吴子听完后却觉得导野不可能是这种女人 他觉得想要用钱来赢取女人欢心的男人多的是 这些男人肯定都是热恋时自愿赠予导野小姐 九历生听完没有反驳 只是说吴子忽略的导野的职业是料理老师 如果喜欢的人穿着围裙煮东西给你吃 大部分男人都是拒绝不了他 九历生话音未落 对面的吴子就摘下眼镜撩起头发 一脸认真对着他掩饰了起来 果然城里的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从餐厅出来后九历生就带着吴子去调查导野之前交往过的男人 结果不出他所料 每个男人都说是以结婚为目的跟导野小姐交往的 所以才会放心地把钱给他 但是拿到钱后导野就提出分手 他们咨询过律师后才发现 导野小姐从来没有说过要结婚这句话 所以那笔钱最后都没能追回来 等陪着九历生走完一圈后 吴子终于醒悟 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导野小姐 原来是个手段高明的女海王啊 为了帮那些被骗的男同胞们搬回一局 九历生来到看守所找到公川 决定以他的名利用婚姻诈骗罪来伞到导野 这也是九历生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一个男人150万 两个男人300万 女人会理财 生活好起来 靠着这招调男人片财里的套路 导野这些年都过得很滋润 可他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 自己会遇到一个这么难缠的检察官 当九历生告诉导野要以婚姻欺诈罪起诉他的时候 他明显还是愣了一下 不过导野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他见得太多了 他就不信有人真的能告得了他 果然回到检察院后九历生就开始头疼了起来 目前查到跟导野交往过的男性就有10人 但是没有一次是能把钱成功追回来 而且在交往过程中 导野却从来没有说过要跟对方结婚这句话 也就是说他们没办法证明导野存在婚姻欺诈 可九历生大话已经放出去了 明天早上导野就要来检察院 到时候如果告不了岂不是更丢脸了 没办法他只能喊上事务员吴子 还有临时请来的外员将上一起加班 只为找出能够起诉女海王导野的方法 九历生提议要不让那些被害者放弃追溯权 这样被导野骗走的那些彩礼钱就会变成赠予 这事旁边的吴子也接话说按现在的法律文件 赠予税1000万要缴纳283万 5000万的话就是2631万了 可江上却说不用算了根本没用 早也不是一次性骗台里而是分开骗的 所以真正计算起来需要缴纳的赠予税也很少 充其量只能恶心一下他 根本定不了婚姻欺诈罪 说完便匆匆披上衣服准备离开 他可不愿意陪着九历生这种惹麻烦的小毛毛继续加班 接着吴子也顶不住困意回家睡觉 整个偌大的检察院就剩九历生一人了 等保安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看到满地文件的时候 还知道九历生原来昨晚翻了一个通宵的文献 可就算如此 双眼通红的九历生也没有任何胜算 然而时间从来不等待 很快导演小姐踩着点来到检察院 尽管九历生好话说尽动之以情 可导演却没有丝毫慌张 因为他确确实实跟那些男人都谈了一场恋爱 只不过是他们都很有钱而已 有男子气概的就依赖他 有钱的自己就接受他的帮助 导演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九历生的话虽然没让导演承认婚姻欺诈 可却让旁边的五子感触良多 最后送别时五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导演小姐确实很厉害 反而九历生有点意气用事 但是偏偏是这样的九历生才让他感觉像一个正常人 等五子送完人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同事们都议论纷纷 就连牛丸部长也觉得很奇怪 明明九历生知道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还要以婚姻欺诈罪去起诉导演呢 而此时的九历生已经悄悄离开 独自来到了导演的料理食堂 继续跟导演小姐请教着中华料理 九历生说完后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吃着料理准备材料 也是在这个时候 导演突然想起了五子早上说过的那句话 眼前这个长相普通的小黄毛果然是更有人情味啊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 表示自己愿意撤销对公川的起诉 而这也是九历生的真正目的 他之所以大费周章做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拯救那位被导演骗了财 还即将被送进去吃牢饭的可怜男人而已 毕竟法律之上还有人情不对吗 花季女大学生刚出社会就被人嘎了 而且还是刀刀致命 为了调查清楚死亡真相 五子特意来到解剖室看法医取证 同行的警察告诉他嫌疑犯已经抓到 因为逃跑时从公寓的楼梯摔了下来 所以暂时被安排到医院治疗 可等五子在医院见到这位叫小山田的嫌疑犯时 他却情绪激动地表示自己没杀人 那天早上他只不过是去姐姐家里睡觉而已 小山田的反应让五子觉得很奇怪 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向门外的警察反应 他觉得小山田现在最多作为参考人 警方单凭环境证据是没办法逮捕他的 这时江上也插话表示还没在现场找到作案凶器 而且小山田现在还受着伤 让他待在医院应该不会乱跑的 结果江上还没硬气多久打脸就来了 当天晚上检察院的人在酒吧喝东西 牛丸部长突然打来电话 表示小山田刚刚从医院里跑了 而警方也顺理成章把锅甩给了江上 还说如果小山田不是杀人凶手的话 那为什么要在受伤期间逃跑呢 这让江上一时间无言以对 很快这件事情在网络媒体的发酵中欲言欲裂 甚至连检察院的同事也把矛头指向江上 就在这时酒力声却站了出来 指着嫌疑犯照片说江上的判断也许没错 为了更加详细了解案情 吴子跟着同事来到被害女大学生的家里调查 确定了整个房间只有阳台和大门两个出口 而阳台离地面有三四层楼的高度 中间也没有任何缓出屋 所以凶手在房间杀人后 唯一的逃跑路径就是大门了 这也是警方那边笃定小山田就是凶手的原因 就在检察院众人毫无头绪的时候 警方那边传来消息说已经找到了逃跑的小山田 如果酒力声他们没办法找出新证据的话 那天亮钱就要给小山田定罪 为了不错怪每一个好人 酒力声连夜带着吴子继续跑到公寓调查 结果一上楼就遇到了警长毛利的阻挠 就在两人争吵声越来越大的时候 旁边的吴子突然皱起眉头打断了他们 因为此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气味 吴子挨个房间嗅了嗅 最后确定是从小山田的姐姐家里传出来的 好在发现得及时 等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小山田姐姐还有反应 就这样酒力声和吴子在屋子里面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毛利警长过来跟俩人换班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酒力声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急忙跑到阳台查看 发现那个遇害女大学生的房间正下方 此时正停着一辆白色大货车 在和司机确认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送货后 酒力声手脚麻利爬上了车顶 果然看到了吉摩已经被风干的血迹 在通过警方现场比对后 确认车顶的血迹就是那个被害女生的 也就是说凶手入室杀人后 是从阳台跳到车顶然后再逃离现场 那小山田的嫌疑就可以被排除掉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入室噶人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借助警方的设备酒力声沿着血迹路线继续寻找 结果却在一个街头转角处血迹突然消失 就在他线索中断的时候 一家烤肉店的招牌映入眼帘 酒力声猛然想起两天前的一起霸王餐案子 当事人说自己当时在烤肉店吃饭 中途想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里面有人 实在憋不住才跑出去外面找厕所 可烤肉店的店员却说当时店里面就他一个客人 厕所是不可能有人的 所以这个顾客就是想要逃单 因为两个案子事发日期是同一天 酒力声才记得特别清楚 想到这里他赶紧带着毛利警长到店里面寻找 果然在厕所的水箱里面发现了作案凶器 如果按服务员说的当天没有其他客人的话 那唯一会出现在这个厕所里面的人 就是烤肉店的工作人员了 酒力声匆匆喊完就跑去追人 而知山也从前门绕路过去包抄 借着一招乾坤大挪移终于成功降服那个凶手 很快调查结果出来 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烤肉店打工的男人 真相大白后检察院部长终于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小山田的姐姐带着弟弟上门道歉 说是要好好感谢他们 这个女人在办公室 等他匆匆跑出大楼的时候 却发现门口的海滩还有一个男同事在等着自己 然后自己就被这个长相一般的小黄毛笼在怀里轻声表白 最后还在落日余晖中深情拥吻 就在俩人的嘴唇快要触碰到一起的时候 一阵剧烈的摇晃将五子从梦中惊醒 原来这是一个梦啊 可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 想不明白的五子带着一货走回检察院上班 结果一进门就被众人询问有没有男朋友 就在五子准备如实回答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早上那个可怕的梦 他赶紧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还是一位很成熟的大叔 五子话音未落 听到这个消息的江上再也坐不住了 毕竟他一直以为五子喜欢的人是自己啊 就在众人乱成一团的时候 九力生眼几手快把五子拉了出来 跟部长说了句下午要外勤便钻进办公室准备了 因为昨天他遇到了一个有点头疼的案 一个叫尸口的男人被指控伤人了 当时案发现场有三个人 尸口和他的两个女朋友 而他被指控在家里用菜刀划伤了自己的女朋友美继 可尸口听完后却不承认这份调查结果 表示是美继子自己拿菜刀挥舞伤到自己的 九力生听完皱起眉头 因为笔录上写着那两个女人的证词都是尸口挥刀伤人的 而这也是他今天决定带五子出外勤的原因 九力生准备好东西后就带着五子赶电车 最后俩人来到一个有着漂亮海边的乡下度假酒店 因为尸口的另一个女朋友川原就是这边的酒店老板 结果一到海边无子又愣住 眼前这片大海跟他梦里面的印尼一样了 在度假酒店里九力生见到了川原 川原表示那天晚上自己只是过去尸口家里送东西 结果一进门才知道他还有其他女朋友 看到自己出现后俩人吵得很凶 接着尸口失去理智拿出菜刀说要跟那个季梅子尊手 最后挥舞的时候还不小心把季梅子的手腕搁上了 在知道尸口脚踏两条船后自己就心灰意冷回到乡下 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川原的话基本上跟底路上的没什么差别 看来这次外勤又是白走一趟 就在俩人告别完川原准备搭车离开的时候 九力生突然对吴子说要留下来住一晚 他觉得川原可能在说话 原因就是告别时他掏出的那个黑色钱包 来之前九力生调查过这个川原小姐 当时照片里面的穿着包括今天酒店里面的布置 全部都是柔和色系的 而在一堆暖色系里突然出现的这个黑色钱包就很奇怪 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个格格不入的黑色钱包 是石口送给他的 如果真的按川原说的那样对石口毫无感情 怎么还会留着他送的礼物呢 九力生说完便拉着吴子回到了度假酒店 跟一头雾水的川原说好不容易来一次海盐 想要留宿一晚看下日出 如果川原小姐临时想到了一些跟案子有关的内容 也可以随时找他补充 女生第一次跟检察官上司出差丢住一个房间 而且还是那种老实地铺棉被的摆设 看着在棉被上兴奋打滚的酒一声 吴子不自觉的脸红心跳起来 分完棉被后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吴子居然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啤酒 还说自己谦卑不醉 晚上不喝点的话会睡不着 而九力生也是没话找话聊 居然直接问吴子的男朋友是怎么样的人 被问到痛点的吴子灵机一动 直接说自己和男朋友是通过网络认识奔线的 他是一个出海捕鱼的渔夫 没想到这句话却勾起了九力生的兴趣 打趣地问他男朋友长啥样了 被逼到没办法的吴子只能说男朋友长得像鞋柜 吴子说完偷看了一眼九力生 看到他意犹未尽还想继续问下去的样子 连忙说自己要去洗澡就溜出房间 留下九力生一脸猛圈数着桌上被吴子喝完的空罐子 而另一边洗完澡的吴子神清气爽正准备回去 没想到却在前台看到了老板娘一个人有些孤单的背景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跟川原小姐打个声招 然后便坐在一起闲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川原突然问吴子跟男上司出差男朋友不担心吗 做贼心虚的吴子回头瞄了一眼身后 在确定九力生没在台偷偷告诉川原自己还没男朋友 吴子说他这个人很奇怪 从小到大也有不少人跟自己表白过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喜欢的 如果那个人不是自己喜欢到会忘记一切只想要他获得幸福的地理 那他是不会去谈恋爱的 听完吴子的话川原脸上突然露出一丝不自然 然后很快就掩盖了过去 而俩人的对话也刚好被门口洗完澡回来的九力生听到 为了不让吴子太尴尬 九力生特意跑去娱乐市打了一个小时的乒乓球才回去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吴子躺在棉被上像只小猫一样睡着了 没办法九力生只能从自己那个被窝里抽出一张小被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盖在吴子身上 接着又敲咪咪帮他把眼镜摘下来 看着吴子一副不显人事的模样 九力生心里不免一阵嘀咕 就这酒量还说自己是谦卑不醉于酒神 等第二天吴子被冷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他戴上眼睛正想问九力生提点 却发现隔壁的被窝已经被叠放了整整齐齐 吴子收拾完东西来到大堂 此时九力生正悠哉地坐在沙发上不知道翻看什么东西 看到吴子下楼他起身就准备回东京 没想到这时酒店老板娘川元突然出现 表示要跟他们一起回去 他决定变更自己的证词 在检察院办公室里 川元终于说出了那天的真相 那天晚上他找到石口后 石口就拼命跟女朋友美妻子道歉 可美妻子却不原谅他 最后还拿出菜刀在石口面前挥舞 九力生听完有些奇怪 为什么川元小姐这次要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呢 川元看了一眼旁边的吴子 然后说石口毕竟是自己喜欢过的人 虽然现在不能在一起 但是也希望她能过得幸福 之前之所以说了假的证词 是害怕自己变成一个被人遗忘的女 送走川元后吴子还在纠结他这个回答 为什么川元会害怕被失口遗忘呢 九力生告诉他别胡思乱想了 这种问题不是他这种冥冥没男朋友 却还嘴硬说自己有男朋友的人能想通的 九力生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让吴子瞬间变成一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 张牙舞爪追进办公室就想散播 结果一进门看到桌面上那份九力生 从度假酒店带回来的传单 他马上就慌了神 这个黄毛沉迷电视购物 还天天把购物商品快递到检察院 对此众人已经见怪不怪 可九力生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这个习惯也成功带添了同事吴子 这天晚上加完班的吴子趁着四下无人 悄悄打电话订购了一样东西 想着这么小心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结果第二天快递小哥不小心把东西送到办公室 还好他灵机一动谎称是搜查资料才躲过去 趁大家没发现吴子又悄咪咪跑到洗手间 确定粉红信封里面是自己买的东西后才松了一口气 晚上心情大好的他还跑去酒吧喝了一杯 结果刚坐下就遇到了九力生 看到九力生打了个招呼后又跑去玩飞镖 吴子突然有些生气 刚好这时旁边一个西装男还在叽叽歪歪搭讪 他心头一横 便当着九力生的面答应了西装男的转场要求 可吴子没想到的是这个西装男也是个老名 居然把他带到了一家开地下赌场的酒吧 而且一进门就遇到警方突击检查 慌乱中酒吧客人坐鸟受散 吴子也在人群的推荡中摔倒在地 最后还被警方带回橘子里面接受调查 看着身边的小黑吴子欲哭无泪 直到第二天天亮他才被允许离开 结果刚走出过道就看到了远处靠着自己手提包 睡得正迷里呼呼的九力生 吴子捏手捏脚走过去想把包拿走 没想到却一下子惊醒了九力生 于是现场气氛再次尴尬了起来 九力生的安慰并没有什么作用 回到检察院后吴子就被部长劈头盖脸训了一遍 可这还不是让他最难受的 因为就在刚刚 吴子发现包里面那个粉红信封不见了 他连忙冲到九力生办公室 结果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没办法吴子只能回到局子里询问警方有没有看到 可当警方问他信封里面是什么东西时 吴子又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最后只能自己打了个车来到那家叫饥渴之心的酒吧 然而这会酒吧已经被警方封锁了起来 就在他彻底绝望的时候 之前有过照面的巡警刚好巡逻到这 吴子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凝了过去 希望巡警大叔能帮忙开下酒吧的门 可大叔却说因为吴子是当事者 如果出现了意外情况他这边也没办法掉了 最后吴子只能心灰意冷回了家 这也导致他隔天上班的时候浑浑噩噩毫无状态 连九历生最近在调查这个赌场案子都没发觉 直到他无意间听到九历生念叨起饥渴之心四个字 吴子突然间浑身充满力量 原来九历生这几天都在查一个叫大川田的地下田庄老板 在搜查住所的时候 发现大川田有收集果柴的习惯 为了查找大川田犯罪的证据 九历生打算对那些给大川田送过果柴的店铺逐一排查 而那家叫饥渴之心的酒吧 刚刚好就在里面 这也让吴子再次看到了希望 因为那个粉红信封里面的东西 真的对他很重要 单身女生第一次在电视购物上买东西 结果还没到家就不小心弄丢了 为了找到自己那个粉红信封 吴子不得不跟着检察官上司逐一摸查嫌疑人去过的店铺 只因九历生答应他最后会去摸查那家叫饥渴之心的酒吧 而这个酒吧就是他把粉红信封弄丢的地方 在走访过寿司店咖啡厅拉面馆后 吴子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然而就在吴子兴冲冲想要冲进去的时候 九历生突然接到了牛丸部长的电话 要求他马上带着吴子回检察院 被吼得耳朵疼的九历生也不敢耽搁 只能把满脸不情愿的吴子生生拖走 回到检察院后 牛丸部长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盯着吴子 问他是不是染上了什么不良习惯 不然前几天怎么会在饥渴之心这种地方被警方抓到 吴子当然不想说自己是为了弃九历生才去的酒吧 只能支支吾吾想要糊弄过去 可他越是隐瞒 部长就越是觉得吴子有问题 最后甚至连检察院的同事也开始议论纷纷 就在吴子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时候 九历生直接把他的牢底给揭开了 在同事面前丢完脸的吴子气呼呼走出了检察院 一眼不发朝着那个酒吧的方向走了过去 九历生看到吴子好像真的生气便赶紧追了上去 因为提前打好招呼 吴子这次很顺利进入到酒吧里面 一进门吴子就开始四处寻找损红信封 甚至还自导自演模拟那天晚上丢失的过程 最后还真的让他在一个沙发底下找到了 可等吴子满怀期待打开信封的时候 里面早已经空空如也 狮之东鱼收之丧鱼 吴子这边虽然一无所谓 可九历生那边却找到了新线路 他发现刚才被吴子甩出来的火柴盒 好像跟嫌疑人家里找到的火柴盒不一样 也就是说饥渴之心在最近这段时候 有更换过火柴盒的外包装 想到这里九历生的思路瞬间清晰了起来 第二天就把那个嚣张跋扈的嫌疑人 大川田传唤到检察院 表示饥渴之心更换火柴盒包装日期是2月4日 而案发日期也是2月4日 可大川田却说案发时他不在东京 那为什么在他家里能找到 饥渴之心新包装的火柴盒呢 九历生开门见山的扣问 直接击穿了大川田心理的房间 他连忙说自己是2月8日从九州回来后 先去了饥渴之心喝了会酒菜回家的 所以拿了一盒火柴也很合理 听完大川田的回答后 九历生不动声色的问他几点去的 大川田怎么都想不到 眼前这个长相普通的小黄毛还会给他吓到 而成功推翻嫌疑人供词的九历生心情大好 晚上更是直接请了这个案子的功臣 吴子去酒吧喝东西 要不是吴子坚持去饥渴之心搜查 他还真的就拿这个大川田没办法 可吴子却病奄奄地打不起精神 显然他还沉浸在丢东西的痛苦 就在这时九历生突然从口袋中 掏出一个东西面了起 把东西递过去后酒历生问 吴子为什么找到项链还这么神秘 吴子赶紧解释说这就一条普通项链 自己只不过不小心买了 找不回来觉得可惜而已 结果吴子话音未落 酒吧里的电视突然播放了他那条项链的广告 中年男人被指控在电车内骚扰女性 可他却丝毫不慌 甚至对九历生和吴子的现场掩饰也是嗤之以鼻 只因他的职业是一名企业高管 棉贯告诉九历生自己这个身份摆在这里 还用得着专门坐电车去骚扰女性吗 而且自己每天都是专车接送上班的 2月13日那天是因为司机有事才坐的电车 棉贯认为这就是一场误会 如果他们检察院再纠缠不清 那自己马上会安排律师进行投诉 最后九历生只能让棉贯先离开 转而询问起这件事的受害者智美小姐 可智美却很坚定地说 那个色狼就是他们公司的棉贯董事 而且自己昨天报案后就被公司那边无理由解雇了 听到智美说的梨花带影 吴子马上忍不住发声吧 如果那个棉贯没做这种亏心事 那为什么要解雇智美小姐了 而九历生也意识到这件骚扰女性案子没有引擎 第二天他就带着吴子来到棉贯的办公室 想要了解他们帝都贸易开除智美小姐的真正原因 这时棉贯旁边的律师却说九历生有点不识好歹 他们棉贯专务明明每天都是专车接送上班 检察院那边却一直不依不饶 还说他涉嫌了十期以上的电车骚扰案件 如果这样检察院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九历生说完便带着吴子离开的帝都贸易 接着又在楼下找到了棉贯的司机藤原了解情况 可藤原也说自己每天都会去接送棉贯专务 只有2月13日那天棉贯专务才自己坐电车上班 藤原的这个回答让九历生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报案的智美小姐说自己在电车上被骚扰了十多次 虽然最后一次才回头抓住了棉贯 但是他很确定每次骚扰的都是同一的人 此时骚扰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就连下班后九历生跟吴子在酒吧喝东西都是边喝边叹气 为了能够挖掘出这件案子的真相 九历生和吴子决定同棉贯身边的人入手调查 隔天吴子就找到了棉贯的秘书敌人 询问他棉贯每天坐车到公司的时间点 很显然吴子这种询问办法根本没有任何 而九历生的处理就圆滑了很多 他先是找来地图跟照片 向棉贯的司机确认每天的行车路线 临走前还递给了藤原先生一份鲦鱼烧 说是自己在半路上买多了吃不完 下午又来给藤原送咖啡咸聊家常 九历生问藤原先生平时开这种车是不是很舒服 没想到藤原却说比起舒服应该说是更小心吧 说完便把手上的咖啡放在车窗前面 藤原说他年轻的时候开车送豆腐 好山路那会就是拿一个纸杯接满水放在这个位置 等送完豆腐回到家的时候 纸杯里的水却一滴不洒 那时候开车虽然也是小心翼翼 但是却开得很开心 不像现在每天给棉贯专物开车还得写开车日记 藤原说完深深看了一眼九历生 然后表示自己先去上个特色 就在藤原离开后九历生心领神会 拿起了他故意留下的那本日记 里面详细记录着藤原每天接送棉贯 到达公司的准确时间 九历生看完后双眼一亮 回去整理完思路后 第二天早上再次来到了帝都茂里 拦住了刚刚走进大门的棉贯 表示2月6日这天棉贯专务的会议 签到时间是早上9点 可车子到达这里的时间却是早上9点10分 而且这一天也是智美小姐遇到色狼的其中一天 她就想听听棉贯是怎么解释的 这是棉贯旁边的律师赶紧说是司机的开车记录写错 没想到他话音未落 身后的藤原先生突然开口表示没写错 他记得2月6日那天塞车塞得很厉害 棉贯专务就是自己坐电车来上班了 这是棉贯的秘书敌员也开口作证 表示专务没有坐车来上班的日子一共有9天 接着便把这9天的日期全部念了出来 而这些日期恰好跟智美小姐遇到色狼的日子全部吻合 眼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棉贯赶紧狡辩说这件事不能怪自己 谁让她穿那么短的迷你裙 正经女人谁会在上班的时候穿那么短的裙子啊 棉贯说完就后悔了 因为正是她这句无心的话 彻底坐实了她骚扰女性的罪名 朝倉さんと顾合合したのは 逮捕された2月の13日だけですよね その日はパンツスーツだったそうです ミニスカートを履いた彼女をいつ見たんですか 外科医生被指控医疗过失造成建筑工人死亡 可却在即将上法庭审判的前夕 这个叫本间的医生突然翻供 表示自己的手术是正常完成 那个工人的死因是手术后产生病发感染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久利生听完后却说他之前的笔录可不是这样子啊 本间解释自己当时被警察叫去后头脑一片混乱 才说出了直刀失误这种话 现在冷静下来后觉得根本不可能 本间的翻供让久利生意识到这个案子有内情 最让他觉得可疑的是 填索医院居然给本间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女律师 将李子的出现彻底坐实了久利生的猜测 送完俩人后久利生就带着吴子出去走访调查 他先找到了死者的妻子询问了当天晚上的情况 片山夫人说丈夫被送到医院是深夜12点 后面听到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他才放下去 可第二天丈夫就突然离世 当时他也找过医院那边 可主刀的本间医生和医院院长都说手术感染是常有的事 最后他实在没办法才报了案 片山夫人告诉久利生他不是想责怪医院 只是想知道丈夫死亡的真相 如果不能知道事情真相 他怕孩子长大后问起爸爸怎么离开的没办法说清楚 询问完片山夫人后 久利生跟吴子来到了事发医院 可医院院长和理事长的态度却很暧昧 好像有意无意都在避开这个话题 而且久利生和参与这台手术的四个护士聊过 得到的回答都是手术进行的很顺利 中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回到检察院后久利生开始头疼了起来 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这都是一件正常的手术并发感染案件 就在他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时候 检察院的同事美玲突然拿来资料 提醒他那晚除了死者片山之外 还有一位紧急病人也被送到了填索医院 他看过填索医院那天的值班表 正常护士数量是不足以支撑两台手术的 但是如果加上实习故事就刚刚好 美玲话音未落 旁边的吴子就说找到了那天的实习故事 但是很奇怪 这个叫真山纯子的实习故事 在这件事发生后就辞职了 久利生听完后眼神一闪心中大病 很显然这个案子的突破口 就在这个真山小姐身上了 第二天在另外一家大医院里 久利生终于找到了刚刚入职的真山 在一番道德高点CPU外加尊专善又红 真山终于跟着他回到检察院 说出了那天晚上的真情 那晚天所医院因为急诊的病患 很多人手严重不明 连他这种实习故事都被叫进手术室帮忙 天山先生那台手术图中确实出现了意外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 主导医生本肩突然变得有点慌张 还对他们这些护士吼来吼去 最后预计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手术 硬生生拖了五个小时才做好 久利生听完真山的证词后连连点头 接着马上找到检察院的部长 表示要对本间医生提起诉讼 理由就是医疗过失造成患者死亡 时间很快就到了庭审当天 就在久利生信心满满请证人真山小姐开口作证时 意外再一次出现 真山淳子翻供了 23時54分救急車によって 被害者の片山高道さんが運ばれてきて すぐ手術になったそうですが その時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ましたか 私は別の所持室でホペを手伝っていました あのもう一度聞きます 片山さんの手術には 立ち会っていません 警察官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莫过于找来的证人当庭翻供了 眼前这个长相一般的黄毛检察官 好像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此刻显得唯唯懦懦不知所措 看到久利生这个反应 对面的律师江里子露出 胜券在握的笑容 很显然这个证人翻供 跟他脱不了关系 原来就在开庭前一天 江里子偷偷来到真山家里的 咖啡店找到了他 尽管真山很明确地说 自己不会做假证 可当江里子说医院那边 能拯救他们家这间濒临倒闭的咖啡店时 真山还是犹豫了 最后为了母亲的咖啡店 他选择了当庭翻供做假证 此时庭审现场气氛异常紧张 被翻供的久利生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询问下一个问题 他问身为护士的真山小姐 睡过医院的床没有 结果久利生问题刚问出来 对面的江里子就痛打落水桶 表示这个问题跟本案无关 涉嫌扰万证人 可久利生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问真山说 那天晚上没有参与死者骗山的手术 那肯定是参与了 另一位患者连田的手术 他想知道真山是从哪个阶段 开始帮忙的 听完真山的话后 久利生表情平静反复确认 最后更是冲到了真山面前 恳求他不要再说谎了 久利生这个举动 让江里子星里面 最后一块石头彻底诺了 他大声指责久利生 这是在干扰症状 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理 久利生直接双手一摊表示不装了 他直接说刚才真山小姐的证词 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那个叫连田的患者 刚出生只有八个月大 那么请问八个月大的孩子 是怎么独自一人坐车来医院的呢 而且小孩是从楼梯上摔下来 头部一直在流血 正常护士接到小孩 都是直接把他抱进手术室台队 怎么可能把他固定在调节床上推进去呢 久利生的质问直击灵魂 让真山心底最后一道防线被彻底击垮 最后终于不堪重负 说出了那天晚上的真相 让主刀医生本间和田索医院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从法庭出来后久利生如释重苦 就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 江里子却突然出现 说久利生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也没变 人如其名追求公平 但是自己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正义的江里子 可久利生听完却微笑着说各司其职 保护客人本身就是律师的工作 久利生的安慰让江里子心里面舒服了一点 快到门口的时候他想顺路送久利生回去 没想到久利生听完却摇了摇头 然后指着不远处在长椅上睡得迷糊的吴子 表示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晚上吴子拉着满脸困意的久利生到酒吧庆祝胜利 没想到聊着聊着吴子就聊到了江里子身上 接着就是一通自言自语的牢骚话 感受到身边女孩浓浓的醋意 久利生心中暗道不好 外卖小哥这个组织到底有多什么 这个身穿黄色外卖服的男人突然送了一份披萨到检察院 身为事务员的吴子伸手接过正要付钱 小哥却已经把披萨盒子打开了 而里面居然是一份点燃的烟雾弹 借着烟雾四散 神秘男人直接在检察院里打砸了起来 最后还把吴子吊在地上的眼睛给踩碎 趁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打砸完的男人大摇大摆六支大吉 尽管久利生发现后第一时间追了出去 可茫茫人海中哪里还有那个嚣张男人的声音 而检察院遇袭这件事很快在媒体舆论声中发酵开来 总院那边更是连夜召开记者会 表示要跟警方配合权力缉捕犯人归案 但是犯罪现场留下的线索却少得可疑 目前只知道嫌疑人是个身高170公分左右的成年男性 尸指上有一点点绿色痕迹 还有逃跑时身上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可仅凭着这点可怜的信息想抓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没办法检察院众人只能努力回想这段时间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排查却还是没找到线索 最后演变到众人上下班时走在路上都要小心翼翼装起来 而吴子自从那副无矿眼镜被踩碎后 就只能换上大学时期那副黑矿眼镜来工作 没想到九力生看到后却疯狂嘲笑 说吴子戴上这副眼镜后脸上就写着男生物尽四个字 怪不得到现在都还没交到男朋友 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换一副隐情眼镜呢 九力生说到做到 当天下班后就拉着吴子去了眼镜行 可吴子却坚持一定要戴眼镜 毕竟检察官的事务员戴着眼镜才能显得端庄一些 在一副接着一副的试带后 九力生给吴子选了一副银白色金属边框的款式 吴子戴完后罕见的害羞了一下 然后就以不够端庄摘下了那副眼镜 最后试带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喜欢的款式 就在俩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吴子突然发现了包里面多了一个白色盒子 九力生看到后神色大变 直接从吴子手上接过后放在耳边 不料却从盒子里听到了滴答滴答的独秒声 他赶紧冲到门口的空旷处疏散行人 在确定不会牵连到路人后 九力生用力将手中的盒子向前方抛去 然后转身捂住耳朵 可想象中的爆炸声却迟迟没有传来 就在他扭头以为自己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的时候 这件事发生后吴子就被吓得浑身颤抖 就连回去的计程车里也紧紧抓着 九力生的一脚不肯松伤 因为他发现嫌疑人的目标居然是自己 吴子告诉九力生他昨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还差点被石膏巷砸中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住户不小心掉下来 现在看来明摆着就是冲他来的 为了吴子的安全着想 九力生只能把他带回自己家里将就一晚 还给他拿了一套自己没穿过的睡衣 可走进房间后吴子突然面红耳赤 因为九力生家里就只有这一张床啊 女生第一次来男上司家里借宿 结果刚换完睡衣就说睡不着 贴心的九力生马上拿来小酒帮他倒上 还说喝一点可能会更好睡 结果才喝了第一口 吴子就兴奋地起身表示要教九力生情拿术 还一脸认真的保证只是教学不会痛 吴子表演完又沉默地坐回了沙发 九力生赶紧安慰他别担心 那个放烟雾的外卖小哥很快就会被抓到的 这段时间自己都会待在他身边保护他 结果九力生话音未落 吴子就一头倒在了他的肩膀上面 看着身边这个像小猫一样说睡就睡的女生 九力生又好气又好笑 只能默默把吴子的酒杯拿走 然后又小心翼翼摘下了他的眼睛 最后起身把地上的小被子给他盖了上去 做完一切的九力生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警方那边来消息 表示找到了袭击吴子那个嫌疑人的新线索 九力生挂完电话就想赶过去现场 可拿衣服的时候又遇到了情况 因为此时吴子正抱着自己的那件夹克睡的正香 九力生尝试了好几次都拿不出来 没办法最后他只能穿着一件薄衬衣 在冬夜里独自来到了警方约定的碰头地点 还好同行的高离警长看出了九力生的卷脱 把自己的围巾递给他 而另一边的吴子当然是睡到了自然醒 醒来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找九力生 可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满是笑容的大冰箱 巡警大众说九力生检察官临时有事处决 特意吩咐他过来保护吴子小姐 结果话还没说完 九力生就带着早餐回来了 吃完早餐后俩人回到检察院 九力生说昨晚找到了25吐跟烟雾弹嫌疑人相关的地 结合之前嫌疑人逃跑身上发出咔嚓声音和绿色的食指 未断出这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随身携带颜料罐的涂鸦爱好者 和警方沟通后他们马上派人埋伏这些地理 果然抓到了那个丢烟雾弹的嫌疑人 可被抓后这个男人却一直狂笑 很显然他对这次作案引起的巨大轰动很满意 从警局出来后吴子心头的大事终于落下 这时眼镜行突然打来电话让他现在去取眼镜 九力生本来也想跟着去 可因为忘记把围巾还给高黎警长便只能折返回警 进去的时候刚好遇到高黎正压着那个嫌疑人去关押处 九力生问他为什么要一直针对吴子 可嫌疑人却一头雾水 表示自己就是想要造成检察院混乱引起注意而已 根本不知道吴子是谁 听到这句话的九力生脸色一遍 然后就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他尝试着拨打吴子的电话 可对面却一直战线没接通 而眼镜行那边也说他们今天是宫休日 根本不可能打电话让顾客来取眼镜 此时九力生心乱如麻 只能朝着吴子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黄毛 在这一刻终于感受到了害怕 而此时的吴子也遇到了危险 在一个无人的小道中 一名身穿白色风衣的短发女人缓缓掏出刀子 就要对眼前手足无措的吴子痛下杀手 就在这时九力生一声怒吼突然出现 顿不顾身冲了过去将吴子护在自己身后 套着昨晚在吴子那里学到的三角猫琴拿树 终于成功制服了这个行凶女子 原来这个叫远野的女人之前犯罪被吴子调查了 出来后怀恨在心才想报复回去了 要不是九力生及时赶到 说不定还真的让他成功复仇了 彻底解决完玉席风波的九力生心情大好 第二天早上在酒吧吃早饭多多吃了一盘 这时吴子突然进来递给了九力生一个袋子 九力生打开一看原来是两条围巾 吴子说那条买的还给高黎警长 另外一条是自己知道 想送给九力生作为感谢 吴子说完有些羞涩的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九力生突然发现吴子好像换新眼镜了 如蛇新闻女主播深夜遭人袭击 被救后却一口咬定一个叫古田的年轻男人 只因前些日子古田乱丢大型垃圾 刚好被他们电视台采访的 夏本觉得古田就是怀恨在心蓄意暴 可当检察官九力生询问起古田这件事的时候 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袭击他人 嫌疑犯在被调查的时候改变政言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 所以九力生按照惯例对这个案子开始走访调查 调查完好色大言后 九力生又带着吴子找到了当事人夏本小姐 可夏本却说自己是新闻从业人员 虽然玉璽实罪犯戴了面具头套 但自己敏锐的第六感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古田 而且古田也是唯一一个有动机袭击自己的人 夏本的话让九力生皱起了眉头 回到检察院经过深思熟虑后 九力生决定以证据部充分放弃起诉古田 没想到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女主播夏本的强烈不满 居然直接向检察官审查委员会投诉 最后九力生只能搬着资料来到现场叙述 而对新闻很敏锐的夏本也没放过这次机会 看到九力生和五子从审查会现场出来后就冲了上去 直接把话筒举到九力生脸上 询问他这次审查会的结果如何 看到这个黄毛检察官因为自己犀利提问落荒而逃后 夏本心情大好 可这种好心情却没有维持多久 回到电视台他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一生要强的夏本当然不会服输 直接拿着那封信走到荧幕前面 表示这就是那个九力生检察官不作为的结果 如果一开始就起诉补田把他送进去 自己就不会收到这种符合信了 看到这个报道的五子第一时间关掉电视 然后小心翼翼来到九力生办公室想要安慰他 而另一边打完胜仗的夏本意气风发走到回家路上 结果却在一个角落里再次遇到了危险 一个带着头套的蒙面人突然出现 深爱硬拽就要把夏本拖进无人小巷 要不是关键时刻一个巡逻的保安出现把蒙面男吓跑 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这件事情发生后检察院就高度重视 牛丸部长告诉九力生警方连夜赶到了谷田的注册 但是里面却空无一人 很明显谷田是畏罪潜逃了 可九力生却让他们不要胡乱猜测 因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谷田就是袭击夏本小姐的蒙面人 九力生的话很快得到了验证 第二天警方那边通过技术提取到了那封恐吓信上的指纹 确定不是谷田的 而夏本小姐也找到了负责这个案子的尸口警长 表示昨天晚上她看到了蒙面人左手有一块很大的疤痕 她仔细比对过谷田的那段采访视频 很确定袭击自己的人不是谷田 夏本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公布出来 可她刚起身就被身后的尸口警长喊住 表示夏本小姐现在临时改口会让他们很困扰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抓住谷田 警方对她的住处进行了24小时监控 尸口甚至半夜还带着助手又搜查了一点 而这个举动也刚好被回家的谷田看到 这个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犹豫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选择在隔天早上打电话向九利生求助 她告诉九利生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 夏本小姐第二次遇袭的时候自己去给妈妈扫墨 自己还有那天的飞机票存根可以证营 谷田这句话刚说完 九利生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刺耳的警笔声音 接着谷田就挂断了电话 知道真相的九利生再也坐不住 直接带着无子突破检察院门口的一堆记者 朝着谷田住宅方向飞奔而去 可急匆匆赶到现场的九利生没有等到谷田 却等到了一个让她无比绝望的消息 新闻女主播深夜遇袭 得知自己认错嫌疑人后还不肯承认 结果导致那名被误会的男孩受不了舆论压力跳楼身亡 得知这个消息后九利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明明古田是那么相信她 可自己却没办法将这个男孩救出深渊 为了帮古田洗清冤屈 九利生第一时间查看了她的遗物 结果却没找到她在电话里面提到的计票存根 失去这个有利证据的九利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带着无子先回检察院想办法 另一边的女主播夏本却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中 好在石口警长表示只要夏本小姐能保守住这个秘密 他们会一直保护她上下班 而自从古田追完后 舆论对九利生的讨伐声也越来越大 纷纷责怪她如果能按正常流程起诉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这也导致检察院众人这段时间都小心翼 生怕触碰到这个小黄毛敏感的神经 可这天当无子正常走进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 却发现九利生好像没来上班 他赶紧挨个询问检察院的同事 结果众人纷纷都说没收到九利生的请假消息 担心他想不开的无子马上驳门而出 跑遍了所有九利生可能会去的地方 可无论是古田的坠王地点 还是古田被封锁的住处 都没有发现九利生的身影 从白天找到黑夜的无子满身疲惫 来到俩人常去的那家小酒吧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直联系不上的九利生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 见到九利生的时候 无子又开心又委屈 最后话悲痛为力量 对着九利生一通拳打脚踢质问他今天跑哪去了 知不知道自己很担心他 自知里亏的九利生当然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等无子情绪稳定下来后 九利生才说出把无子喊过来的目的 他打听到那个新闻女主播夏本小姐突然辞职 而这里就是夏本小姐住的地方 九利生说完便带着无子上楼找到了夏本 以检察官的身份要求他一起去第一次遇袭的地方再次确认 三人来到夏本家附近的小河边 九利生问他是怎样被袭击的 夏本说自己当时走在路上 那个蒙面人就是从背后扑上来抱住自己 九利生听完后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远处的无子走过去 接着猛的一下从背后抱住无子 还问夏本小姐他示范的像不像 夏本刚想开头 却发现远处河堤上一个男人正朝自己飞奔而来 正是之前一直袭击自己的那个蒙面男 他下意识蹲下抱头 恳求对方放过自己 结果话音刚落旁边的无子就冲了上去 一个漂亮的过肩摔接 其拿术将蒙面人放倒 还顺手将蒙面人的头套撑下来 原来江上是九利生安排过来演戏的 为的就是试探一下夏本小姐的反应 九利生把还处于震惊状态的夏本 从地上扶起来 告诉他不要再说谎话 如果那个蒙面人真的是谷田的话 刚才他就不会是这个反应了 现在谷田已经死了 他希望夏本小姐能够把自己知道的全部说出 看到九利生坚定炙热的眼神 夏本终于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把发现蒙面人不是谷田和石口警长 将错就错的计谋全盘托出 得知真相的九利生第二天就把石口喊到检察院 当着众人的面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谴刺 最后石口和夏本都得到了法律的审判 而谷田也终于等到了这份迟来的证明 这天下班后的九利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只要他在检察官这个职位任职一天 就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不过所伍子的典型的证明 始终于我多无所技相顺的 全然? 不 dart 不疑 这牙才会不会出现 怎么办? 不乖 不乖 那什么事?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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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也会跳唱 你应该跳唱 不乖 不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